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与点之间呢 用直线向它们连接 你可以转动你的纸砖 让笔滑的方向顺着你顺手的方向 好 现在在我们的纸砖上呢 就有一个四点和四边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区块 我们旋转纸砖 将它的一个角面对我们自己 然后在顶点的左侧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位置 画上一道微微的弧线 右侧呢 对称的位置 也可以尝试着画上一条弧线 将我们的纸砖旋转过来 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两条弧线啊 将刚才我们画的这样的一个正方形的区块 划成了左中右三个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呢 就要开始今天正式的创作 刚才呢 我们用短纤笔所做的这些准备工作 是在我们的纸砖上 给我们今天的创作呢 来设定一个暗线 首先呢 我们会在整个纸砖中间这个腰线 所区格出来的这个区块 来进行今天的创作 我们沿着 其中一根腰线的边缘 先画上一个圆 间隔一些距离 再画上另外一个圆 在第一个圆的下方 画上第三个圆 在第二个圆的下方 画上第四个圆 那圆与圆的大小 间隔的距离 都可以是随机的 可以根据你当时创作的灵感 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 接着呢 我们在上下这两个圆 使用一个弯弯的弧线 将它们连接 右侧的两个圆 也使用弧线的方式 将它们来连接 旋转我们的纸砖 在圆圆的外侧 也使用弧线来连接它们 好 我们将我们刚才创作的这样一个图样呢 放到这个正面 那这个图样 也是Zantango官方非常经典和有趣的一个图样 叫Huggins 那今天呢 我们就会使用Huggins这个图样 单一的一个图样 来创作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黑砖 来看看它给我们能带来多少有趣和创意的发现 那接下去呢 我们就使用Huggins这样一个图样 来填满我们整个中间用双腰线 画出的这样的一个暗线区块 在创作的过程中呢 随时可以旋转你的纸砖 让创作的笔划呢 顺着你自己最顺手的方向 让自己呢 能够在最轻松 最舒适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来完成今天的这一些创作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创作的需要 适当的突破我们的暗线 都是可以的 那画到这个暗线的边缘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想象说 诶 我们的Huggins 可能另外一部分 它已经超出了暗线 用想象的方式来完成一些区块 那也让我们的画面呢 能够有一些超越了纸砖的一些想象力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今天 中间这个区块 基本的Huggins的这个图样的填充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今天 中间这个区块 基本的Huggins的这个图样的填充 我想分享一些 绘画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通过呢 在我们的Huggins的内部 去增加一些缠绕的五元素 让我们的Huggins 从一个比较 嗯 简单的结构 去变成一个非常有层次 非常有趣味性的 更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图样的内容 那 首先呢 我先取中间的这样一个Huggins 来给大家举例 我们可以在原本腰线的位置 使用Aura的技巧 给我们的这根腰线啊 画上一根Aura的线条 那另一侧也是一样的 那 在中间呢 可以通过直线香蕉 绘上两个三角形 用一些短短的直线 来填充三角形 那 中间区域呢 可以加上一个小圆圈 那 原本四个圆圈的位置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内光环 Aura的方式呢 给它增加四个小圆圈 那 这四个小圆圈呢 刚好和中间的小圆圈可以形成一个呼应 那 整个的我们的Huggins 可以对比起来 就会更加的丰富和有趣 那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 给我们的Huggins 来填充它的内部的结构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它的肚子里加上一些春天 或者加上一些Pokeleaf Pokeroot 这样的一些有机的图样 也可以让我们的Huggins 变得非常的有趣 那 接下去呢 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填充这些Huggins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所有的Huggins 都可以填充以后呢 在我们的黑砖上就会有一片非常漂亮的 有一些复古纹路的Huggins 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区块 接下去呢 我们可以参考原本 最开始我们用RB铅笔打出来的这个暗线 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上下的两个区域呢 去参加两条边线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轻重的笔画 用一些断断续续的这样的一个绘法 让我们的整个的边线更有手绘的这样的一种视觉的效果 那在转角的部分也可以通过加重笔画的方式 来增加分线的层次感 好 那在另外一边呢 我们也同样的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创作 那接下去 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白色的短碳笔 和我们配合白色短碳笔所使用到的这样一个推色纸笔 给我们的刚才创作的这样一张黑砖上的 Huggins的图样也好 或者是边框也好 通过增加白碳的阴影来增加整个画面的层次 首先我们先看中间的区块 我会在Huggins的两腰上去增加白碳 然后晕开 就可以感受到绑笔 我们的Huggins有上一层和下一层两个不同的层次 那通过纸推笔 将刚才绘画的白碳笔的部分呢 去推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白碳笔所形成的阴影的这样一个部分 会更加的均匀 然后它的层次会更加的舒缓 好 那接下去呢 我会在我们的Huggins中间的区域 和我们两侧框线交错的位置去增加一些白碳笔 让我们中间的区块呢 和我们的两边的框线 形成一个小小的层次上的一个区分 大致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层次交错上的一个效果 那今天呢 我们的基本的创作呢 到这里呢 就可以参考一个段落了 当然 如果你希望给我们的这个画面呢 增加一些丰富的元素 也可以在空白的地方去增加一些小珍珠 黑珍珠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就停留在当下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小珍珠的多少 大小 都是随机的 那加和不加都可以 那我们也可以随时停下创作 用一臂的距离 来欣赏我们自己刚刚完成的这样一幅作品 那也请大家记得在整个创作的这个画面上 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旋转我们的纸砖 从不同的角度 来欣赏我们的作品 那承让画的作品呢 它是没有方向性的 每一个角度都会有不同的发现 也可以举起一臂的距离 慢慢来欣赏 好 那我们翻到纸砖的背面 写下我们的hashtag 写下我们的hashtag Tangle for health 写上你的姓名 那除了在黑砖上可以进行创作呢 我们也可以在白砖上 进行同样的创作 那我们也可以在黑砖上 使用彩色的方式 来进行我们的创作 那这套彩色的 这样的一个黑砖创作呢 使用的是我们 樱花的Jelly Road 这一套彩色的水样笔 那通过颜色的添加呢 也会让我们的创作 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体现 那我们也可以在 刚才创作的暗线上呢 中间留白 两边 的区块 来进行填充 都是可以的 其实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暗线 也可以填充一些有机的图样 或者是一些格子图样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暗线 就有不同的创作的体验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练习 获得更加多的乐趣 也希望大家 能够继续参与我们后续的 Tango for Health 的活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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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